正当凤九懊恼之际 他发现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 自己是怎么回来的呢 难道是自己太想看到文昌了 所以梦中也看到了文昌 看情形 应该是自己梦中见到文昌了 看了看天色 凤九猛地想起自己还没有做早膳 又急忙起来想要去膳房准备早膳 双脚下地的时候 分明觉得自己的左脚有些不适 凤九觉得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 昨天他肯定是去了文昌的客房 因为他有印象昨晚自己确实崴了脚 就是如今有点痛意的左脚 究竟是谁把自己送回房 是滚滚还是文昌 不可能是自己回来 脚崴了 不可能那么快就好啊 带着疑问 凤九一个早上都魂不守舍 都在分析究竟是谁送自己回来 用早膳的时候 凤九特意用夸张动作 让文昌和滚滚都注意到自己的脚的不是 想要借此查看他们的反应 以辨别昨晚究竟是谁带自己回房 滚滚正围看着娘亲 问 九九 你的脚怎么了 文昌依然一脸淡漠地看着凤九 静静地等他回应 凤九摇了摇头 说 昨天不小心崴到脚了 说着 凤九盯着眼前两张脸 生怕错过任何线索 滚滚带着心疼的责怪娘亲道 九九为何会如此不小心 文昌脸色并未异常 只是亲声嘱咐道 女君须当心脚下 如果滚滚知道 她不会这样关切地责备自己 而文昌一向以来都是这样冷冰冰 他们两个人反应都十分正常 并无一样 看着文昌和滚滚近乎一样的脸 让凤九无法辨别他们二人 究竟是谁带自己回房 因为有心事 昨晚凤九还在担忧如何找机会 查看文昌胸膛的疤痕 至今还没有想到办法 现在又多了一个问题 昨晚究竟谁带自己回房 一时之间 凤九觉得自己的脑袋不够用 刚到学术 凤九才坐下 几位神经又往凤九座位围了上来 凤九下意识地想要逃避 呼的一声站了起来 将站在凤九身边的两名神经给挤开 正好将凤九座位上的茶壶也被掀翻了 茶壶里的茶水都撒了 几个神经联盟闪身要躲开 但有一个神经躲避不及 一扇被茶水给打湿了 这一瞬间 凤九想到了如何查看文昌的胸膛了 虽然方法有些老套 但凤九也想要试一下 好不容易等到学术下课 凤九飞快离开了学术 往狐狸洞走 踩走了几步 凤九就听到有人在唤自己 凤九一震 这声音很熟悉 这不是承宇的声音吗 凤九到处张望 在不远处 看到承宇在朝自己招手 自从星光节界破灭两万年后 南荒的魔族又开始有异动 不少魔族部落曾多次骚扰魔族与扰神族接壤的神族边境 为此天军十分忧心 虽然连三殿下一直都忙于奔走在四海八荒调停各部之间的矛盾 可惜并没有如愿将各方矛盾给压下 经过一万的硬梁 小规模的局部性的神魔大战是在几年前拉开了序幕 这一次的神魔大战 主要特点是 所涉及的参与叛变的魔族分支太多 而这些背叛神魔和平共处的承诺的魔族 大部分都是曾经被东华当年统一神魔时 以暴制宝 血腥惩治过的魔族部落 东华在星光节戒与话后 这些魔族便开始蠢蠢欲动 莫渊上神和天族太子叶华先后领兵围剿叛变的魔族 正因如此 连三殿下现在比起之前更加忙 非但要游走在前线 还要统筹后方攻击 比起这局部的神魔大战之前更忙 不得已 连宋江一些元急攻一些事物 会交给承玉帮忙协调 虽然承玉在天宫挂的是贤职 如果不是千花庆典 承玉都会很清闲 但最近承玉却被连宋匡骗帮忙处理一部分元急攻的事物 因此承玉没什么时间来清秋 而凤九自从星光节戒后 一直都待在清秋 并未离开清秋半部 更别提去九重天找承玉 所以 凤九许久没有见到承玉了 凤九看着承玉 狐疑地问 承玉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要帮连宋吗 今天怎么有空来清秋啊 承玉看着凤九 笑着说 最近天宫流传一则流言 是关于你的 传得沸沸扬扬 本来我是不相信的 但实在传得太逼真了 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你 看看是不是真的 我 凤九眨了眨眼 一脸茫然地看着承玉 问 什么事啊 承玉笑道 我听说 九重天和林苑学士 负责师教司 专司传道授业的齐心 来了清秋学术任教 而这位学术夫子每日 都会同清秋女君 在课后讨论学术问题 而两人更会一同共享 齐心特意为清秋女君 做的美食 凤九一听 心急地道 九重天怎么有这样的传言 是谁传出去的 我何时同齐心共享美食了 承玉兄有成竹地看着凤九 认真的说 对啊 说齐心同你课后 一起讨论学术问题 我勉强相像 但如果说齐心为你烹饪美食 我就不相信 更不相信你同齐心一同共进美食 凤九点了点头 说 对啊 我怎么可能同齐心一起共进美食啊 看着凤九交集的模样 承玉安慰道 我就说 以你的性子 怎么可能会做这些事 传出谣言的 绝对不可能是你 也不可能是其他第三方 那就只能是齐心本人了 因为这谣言对他最有利 凤九本来就生气 被承玉这样一分析 更加恼怒 摩拳擦掌 不由地骂了起来 齐心怎么会是这样 他怎么可以当夫子啊 承玉安慰凤九道 只要你同他保持距离 谣言指于智者 凤九点了点头 道 我最近已经总是避开他了 但他是夫子 我又是学术学子 见面实在无法避免啊 承玉把玩着手中的折扇 一边想 一边说 也是 确实很难避免 看着承玉 凤九想起了文昌 承玉是凤九最要好的朋友 而且承玉的点子最多了 正好他在 问问他 应该可以想到办法 能找到正是文昌市东华的证据 于是凤九看着承玉 说 承玉 你来了 正好 我有事要跟你说 承玉看着凤九 狐疑地问 什么事啊 看你的样子 像是很复杂一般 凤九点了点头 然后环视一周 见父亲没人 才凑到承玉的耳边 将自己遇到了一位相貌 神态 动作 方方面面都同东华很像的 名叫文昌的神经的事 告诉了承玉 但其在 这个神经一点也不认识自己 而且年纪比滚滚小几千岁 凤九还将自己的结论 告诉承玉 凤九觉得 文昌就是东华 文言 承玉惊疑不定地看着凤九 问 真的 你确定文昌就是 承玉忽然停了下来 到处看了看 猜低声说 文昌就是帝君 凤九点了点头 又低声道 我现在就是在想法子去证实 毕竟长相行为举止相像 可能会有巧合 但东华他曾为我剖心 他胸膛有剖心留下的疤痕 我现在就想查文昌胸膛有没有拔痕 如果连这个也吻合 那文昌就是东华了 要不然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 你说对不对 承玉摇了摇手中的折扇 沉思一会 将折扇一收 凑到凤的耳边说了几句 凤九扭头惊喜地看着承玉 开心点了点头 两人相识一笑 傍晚 凤九和承玉回到狐狸洞 凤九笑着跟文昌介绍承玉 文昌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 承玉 说着 凤九又看着承玉 向他介绍文昌 承玉 这位呢 就是前段时间就如我的 七驱山文昌 文昌朝承玉点了点头 客气地道 承玉人均 幸会 之前虽然已经听凤九提起文昌有多像东华帝君 此时亲眼看到文昌 承玉还是被眼前容貌如此像东华帝君的文昌 所以惊道 缓了缓 承玉才回应道 文昌 我听凤九提起你了 你果然长得跟帝君长得很像 看承玉的表情 文昌见怪不怪 淡淡地道 可惜 文昌并非东华帝君 见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凤九连忙招呼道 大家都别站着说话 快坐下吧 说着 凤九又吵使了一个眼色 说 米谷 快上茶 米谷点了点头 因为一声 便下去了 米谷刚离开 就听到滚滚的声音 承玉元君来了 承玉朝狐狸洞口看去 只见滚滚快步往洞内走来 承玉笑着说 滚滚回来了 滚滚 怎么今日你回来得那么晚呢 凤九看着滚滚 十分不解 才进来 滚滚和文昌相互点了点头 打了个招呼后 滚滚看了娘亲一眼 幽艳地道 久久你倒走得快 你走后 可怜我 一直被齐情缠着 啊 齐情缠着你 凤九吃惊地看着滚滚 问 他缠着你作甚 滚滚不悦地说 那还用说吗 齐情看你这几日总是一下课就走 所以就让齐情问我 你怎么了 听见滚滚这样说 文昌不由地看着凤九 见他皱眉 无奈地说 这个齐心 实在莫名其妙 这学书下课 写子离开学书 这不很正常的事吗 这还有理由吗 承郁冲凤九俏皮一笑 道 这还用说吗 齐心必定想与你单独相处 凤九摇头白手道 算了 齐心整日问我 我的授课 女君你听得清楚吗 不然就是 女君 在下的膳食做得如何 我现在见到他就怕 文言承郁都笑得不亦乐乎 说 听你这样说 齐心很贴心啊 说着 承郁意味深长地看了文昌一眼 但见文昌正一脸淡默地看着凤九 承郁并不能发现任何一样 谈话间 尼谷已经端着茶壶 给在场众位上茶 在不经意之间 尼谷将想要凤上的茶水打翻了 如果不是文昌反应快 及时闪躲的话 衣衫必定打湿 尼谷看着手中的茶水 自己明明朝着文昌身上倒 但不知道为何 连文昌的衣角也没有弄湿呢 尼谷不由地担忧地看了凤九一眼 见凤九给他使眼色 才回头不安地看着刚刚坐下的文昌 凤九发现文昌的衣衫并未打湿 心中不觉有些失望 但凤九依然表现得很担忧 惊呼一声 焦急地走到文昌身边 关切地问 文昌 你没事吧 文昌看了看身旁有点不知所措的尼谷 坐在自己对面的成狱皱眉看着自己 凤九担忧地神色 而滚滚则满脸不悦地看着米谷 觉得这事不是那么简单 但文昌也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摇了摇头 淡淡说了一句 无妨 凤九检查了文昌的衣衫 别说弄湿了 甚至连一滴茶水都没有沾染到文昌的衣衫 凤九看着米谷 怪则道 怎么这么不小心 还不快去再给文昌换一盏新茶 文昌想起了 尼谷走到自己身边想要凤茶之前 曾经刻意看了凤九一眼 如此看来 此事应该是凤九有意而为之 凤九究竟为何要将自己的衣衫打尸 开始 文昌正在翻阅客房中积案上的典籍 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文昌打开门后 发现敲门的是凤九 不解的问 这么晚 女军找文昌有何事 凤九一见文昌 就笑着问 文昌 你还没有沐浴吧 文昌摇了摇头 简单回答 上位 凤九点了点头 笑道 你没有沐浴 那正好 我特意找大夫为你开了一些强身健体的汤药 最是适合前不久受过伤的文昌了 我给你准备一下泡澡汤 好了再换你 自己的身体已经无碍了 为何凤九还找大夫开这些汤药 文昌看着凤九 想要阻止他 但凤九并没有等文昌回应 只是笑了笑 就已经走入客房的浴室 文昌意识无事 又拿起点击翻阅了起来 文昌将手上的点击翻完了 发现凤九还在浴室 似乎还在为自己的泡澡用的药汤忙碌着 没多久 文昌听到哗啦啦的水声 似乎泡澡的药汤已经好了 果然 下一刻 凤九从浴室走出来 笑着说 文昌 药汤已经备妥了 你看看水温合不合适 文昌伸手到浴缸 试了试水温 嘲讽九点了点头 道 有劳女君 凤九眼巴巴地看着文昌 笑着说 嗯 水温合适就好 见凤九并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 文昌扭头看着她 道 若无事 请女君先回避 凤九正了正 脸上瞬间染上一层好看的红蕴 她干咳两声 道 我让米谷过来凑文昌 说着 凤九看了文昌一眼 就转身离开 文昌摇了摇头道 不必劳烦米谷 烦请女君出去的时候 将门带一下 凤九迟疑了一下 回应了一声 将客房门给关上 刚将外套放在木架上 文昌听到门外一阵叹息声 虽然有意压低声音 但文昌依然能听到 而且听得出是发出声音的凤九 泡在药汤里 文昌想起傍晚米谷往自己身上 洒茶水的一幕 和方才凤九的叹息 凤九到底想要从自己身上找什么 次日 文昌正在湖里冻前闲坐 忽然眼前出现了几道黑影 而这几名黑衣蒙面神军守直立人 寒光闪闪 见风所指 正是文昌 文昌敏锐地嗅到了打斗的气息 这几名黑衣刺客是找自己的 但文昌狐疑 自己才来清秋没多久 怎么会招惹到这群黑衣刺客 文昌看着几名蒙面黑影 但莫地道 文昌并不认识诸位 不知几位是何用意 几名蒙面黑影并没有理会文昌 其中议员更加率先向文昌发起剑招 但文昌自幼爱打斗 不管对方是谁 只要惹了自己 文昌向来都是来者不拒 况且 自从来了清秋后 文昌已经半个多月没有打斗 现在正好和这群黑衣神军过过招 舒展舒展筋骨 即便蒙面黑衣神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 但文昌打得依然从容 挥动手中的星云剑 将几名蒙面黑衣神军打得落花流水 时来见下来 文昌可以肯定 眼前几个蒙面黑衣神军并非想要自己的性命 因为他分明感觉到这几名蒙面黑衣神军所赐的部位都不是自己的要害 文昌一连接了十来招 其中一个蒙面黑影神军趁文昌不注意 伸手用力猛地扯文昌的外衣 文昌觉得身子被一道很大的力道扯着往前倾斜 这是什么招法 文昌从未见到过 不是应该偷袭前凶要害吗 怎么扯衣服 文昌没有想太多 抽起星云剑 往胸前的手砍去 那黑影远看寒光欲闪 马上往后一连退了好几张 与此同时 身后几个黑影又朝文昌发出竖剑 每剑都是薛文昌的衣精 目的似乎都是想让文昌外衣给撕下来 躲在暗处观战的凤九此次看得清楚 文昌的剑招确实同东华初期般一致 上次文昌同赤岩金尼兽打斗中 虽然也是用剑 但当时的打斗凤九将视线主要停留在文昌的脸 而这次凤九更加注重的是文昌的剑法和身法的变换上 让人无法不相信 文昌不是东华 承欲见派出去的黑人蒙面神军被文昌打得节节败退 再不插手 恐怕这些蒙面黑衣神军就要败露痕迹了 剑身旁的凤九依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文昌与派出的黑衣蒙面神军打斗 承欲了解凤九的性子 知道他肯定在想着帝君和文昌的招式之间的区别 但此时不是欣赏文昌剑法的时候 再不出手 那几名蒙面黑衣神军性命不保 而他们派神军去试探文昌的事 也将败露 承欲急忙地扯了扯凤九的衣袖 当被承欲拉了一下后 凤九愣了愣 马上提起逃住剑加入到战阵之中 剑文昌来了帮手 其中一名黑影朝文昌虚发了一剑 接着朝雨下几个黑影发出一个暗号 瞬间几名黑影就消失无踪 看着消失的黑衣蒙面神军 文昌想起凤九还没有提剑出现之前 为首的黑影不是往凤九出现的方向张望 联想到这两日凤九的异样行为 文昌更加好奇 凤九要为何想要脱掉自己的衣衫 他就如此想要看自己的身体 但之前自己之前受伤后 凤九每次来自己的客房 凤九除了在自己床榻上睡觉 偶尔碰碰自己 文昌忽然想起 自己受伤刚来清秋那晚 滚滚给自己敷药 凤九忽然急冲冲地跑到自己的房间 说想要看自己的胸膛 难道这一系列事件 凤九都是为了看自己的胸膛 自己的胸膛 莫非是跟胸膛的那道疤痕有关 文昌自幼就发现 自己胸膛有一道长五寸的细长疤痕 但自文昌记事以来 从来没有过关于那道疤痕的记忆 那道疤痕究竟如何出现 文昌也搞不清楚 文昌每次抚摸那道疤痕 也没什么特别感觉 就像是天生的一般 童承玉回到自己房间后 凤九还在回想方才文昌的那些剑招 尤其有一招 当几道黑影连环给文昌发出剑招后 文昌逐一化解 最后一剑 他一个旋转 化解了最后一名蒙面黑衣神军次来的剑 与此同时 还朝对方出一剑 幸好一下的几位蒙面黑衣神军及时现身 否则那名蒙面黑衣神军必定受伤 这一招当年在范英谷 东华同淼落在月圆枝叶集裂斗法 而自己抽逃住剑一起对付淼落 淼落要对东华下手 自己勉强化解了淼落那一掌 后来淼落再向自己发出一掌 东华将自己护在他的身后 那之后 东华执着自己的手 亲自教自己 如何反击淼落 当文昌使出这一剑的时候 凤九的心随着文昌的剑月而流动 看得十分仔细 除非是东华在线 否则怎么会一模一样 看着凤九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承宇以为凤九在忧心 怎么样才能查看文昌胸膛是否有疤痕之事 安慰道 凤九 别担心 肯定还有机会的 凤九摇了摇头 说 我只是在对比文昌同东华的剑法 实在太像了 承宇皱了皱眉 心疼地道 三万年了 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吗 凤九点了点头 一点也没有在意成郁的言外之意 认真的说 嗯 我记得 因为当年东华曾经亲自教我了我一招 所以记得清楚 刚才文昌就用了那一剑 成郁点了点头 道 那距离证实文昌是必经这个目标 又更进一步了 凤九笑了笑 说 除了剑法 应该还有其他突破口 我就说 你不可能那么快就放弃的 成郁看着凤九 认真的说 放心 我会帮你 看着成郁 凤九笑着说 还好有你帮忙 但凤九很快又开始忧心 因为到现在 别说看文昌的胸膛 就连靠近文昌的衣衫都没有碰到 凤九皱了皱眉道 一连三个计谋用在文昌身上 如同石头落入大海 毫无所获 我担心文昌已经发现了 成郁笑了笑 说 如果文昌没有发现 那才怪 凤九不解地看着成郁 问 为什么 成郁一边端起茶 浅浊了一口 一边看着凤九 缓缓地说 你怀疑文昌是帝君 那帝君是何等睿智 也能看不出我们的伎俩 凤九点了点头 倒也对 东华比我们都厉害 肯定能看得出些什么来 缓了缓 凤九又忧心起来 看着成郁 焦急地问 那该怎么办啊 成郁说 若文昌知道你的心思 或许会揪其原因 这样不是更好吗 凤九低头沉思了好一回 沉吟了一句 让他揪其原因 说着 凤九抬头看着成郁 问 你的意思 让文昌知道 我们在怀疑他是东华 让他也深究 因为他比我们厉害 那他应该会比我们 更容易发现 自己的身上的谜团 成郁点了点头 说 反正现在你也看不到 他身上是否有 剖心留下的疤痕 那他自己总归知道 自己身上是否有疤痕了 除非 他身上没有疤痕 那就算他知道你找什么 他也会无动于衷 若他身上确实有疤痕 难道他不会觉得好奇吗 听成郁这样分析 凤九也觉得有道理 为什么自己一直都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前段时间一直都在忧心文昌的伤势 只是想着确认文昌胸膛是否有疤痕 去确认文昌是不是东华 也没有想过要让文昌也同自己一样 怀疑他自己是东华 正当凤九思索之际 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凤九打开门后 看到门外的是滚滚 才走进房间 滚滚将手上一份信件交给凤九 说 九九 这封信件是派去崎岖山调查文昌的神军传回来的 凤九接过滚滚手中的信件 一边浏览 一边讲述信件上的内容 文昌果然是无父无母 如今只得两万五千岁 说着 凤九看了看成郁一眼 成郁也不解 问 为什么文昌不是三万岁呢 这一点固然让人疑虑 但还有一点光更加让滚滚不解 看着娘亲和成郁 滚滚说 除了这个一点外 信件上还说 文昌是在两万岁就飞升上仙了 成郁和凤九都被这个消息所震惊 两人不约而同地问滚滚 文昌两万岁就飞升上仙了 滚滚点了点头 肯定回答道 是 成郁看着滚滚 缓缓地说 这会不会弄错 因为在神族的飞升上仙的记录中 就只有天族太子耶华 才有两万岁飞升上仙 这样傲人成绩 想起自己曾听姑姑说起一些姑父的事 凤九看着滚滚 缓缓地说 姑父可以两万岁就飞升上仙 可能跟姑父原本是父神嫡子 身上本来就蕴含父神半生修为有关 否则 怎么可能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飞升上仙 滚滚分析道 姑老爷 他失成原始天尊的恩师 慈行尊人 自幼有名师指导 再加上姑老爷自小勤勉 才可以在两万岁飞升上仙 文昌非但没有族群庇护 更无宗亲协助 连师父或者授课的夫子也没有 即便如此 文昌却可以在七驱山文昌 动独自生活了两万五千岁 还能在两万岁就飞升上仙 可谓成绩斐然 可以媲美姑老爷 听着滚滚地讲述 凤九仿佛看到一个孤单身影 在文昌洞刻苦修炼 因为没有人庇护 而逼迫强大的艰辛 想起那日刚把文昌带回青丘 伤得那样 文昌还要坚持自己用膳 自己看到强大的文昌 已经是两万五千岁 那自己所没有看到的两万五千年 他又经历了什么 凤九忍不住心疼 文昌在没有遇到自己之前 究竟吃了多少非常人能承受的苦 见凤九不说话 成绩静静地提醒道 这不就能证明文昌就是帝君 但行光节界破灭以来 已经三万年了 而文昌只有两万五千岁 这又怎么解释 确实 这个要怎么解释呢 凤九看了看身旁的成绩 两人沉默了下来 滚滚看了看身旁醋眉的娘亲 提议道 四海八荒仙者的仙籍 都是犹太成功叶青体管理 那滚滚就让仲林调查一下 看看文昌是不是真的在五千年前 他两万岁的时候就飞升上仙 若文昌确实是在两万岁就飞升上仙 那基本就可以确认他就是父君 成绩看着滚滚 道 既然这样 那我待会回九重天后 亲自去一趟太成功 让仲林把文昌飞升的事给查一下 经过这十来日的相处 凤九更加确定文昌就是东华 即便查不查文昌 凤九也已经认定文昌就是东华 只是凤九不明白 为何东华会以文昌的身份出现在自己眼前 更不明白 为何他对自己没有一点影响 凤九只想尽快搞清楚这一切 只有这样才能知道怎么样才能让文昌变回东华 想到这里 凤九看着成郁 点了点头 道 成郁 那你让仲林看看能不能查出东华究竟为何以文昌身份出现 为何对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成郁清楚凤九这三万年来 一直对帝君心心念念 从未忘怀 也能理解凤九此刻的心情 毕竟帝君曾经那样深爱凤九 如今成为视凤九为陌路人的文昌 能不让凤九伤感吗 成郁看着凤九 安慰道 凤九 既然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你先别太担心 虽然我对帝君不是很熟悉 但从如今种种迹象看来 文昌是帝君仪式 十有八九 凤九轻轻摸缩左手十指上的半星界 看着成郁 平静地道 放心吧 只要东华能再出现在我面前 这对我来说 已经很好了 不管他是否记得从前的事 我都觉得老天爷对我不薄 见娘亲能如此想 滚滚也放心了 看着娘亲 安慰道 文昌自有独自生活在崎岖山 能在那么短时间内飞升上仙 必定耗费了他不少精力 所以 文昌一时没能将九九认出来 也很正常 再给他一些时间 应该就会想起九九来 成郁又补充道 正好 趁着这个时间 你和他熟悉熟悉 看他这些年究竟是怎么过的 或许从文昌的过往 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找到为何帝君会成为文昌 出现在你面前的原因 晚上后 文昌独自在客房 拿起一件检测翻阅起来 忽然 文昌听到一阵敲门声音 文昌知道站在自己客房门前的是凤九 因为他闻到一股膳食的香味 文昌打开门后 看到果然是凤九 见他手中端着一个托盘 托盘上有一个汤钟 凤九朝文昌笑了笑 道 文昌 我给你炖了一盅安神汤 说着 凤九已经走进了文昌的客房 文昌淡默地回应凤九道 谢女精记挂 凤九一边给文昌盛了一碗汤 一边笑着说 我特意向大夫要了这个要善的方子 按照方子熬了这碗补神汤 最适合五脏受损的文昌了 快来尝一尝吧 虽然文昌的伤已经恢复 但凤九依然每晚都给文昌熬个是各样的补神汤 一方面文昌已经习惯了凤九的盛情 另一方面是因为凤九的手艺确实很不错 所以文昌并没有客气 随即就品尝凤九为他熬的补神汤 虽然凤九表面上看上去很平静地看着正在喝汤的文昌 其实他心里十分忐忑 自从成郁离开后 凤九一直都在思索方才成郁说的话 究竟要不要将自己认为他就是东华的事告诉文昌 文昌同东华一样 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 如果不跟文昌说 按照他这种性子 如果想要他把自己想起 恐怕没几万年也想不起 但如果同文昌说 他是东华 他会是怎么样反应 他会相信吗 但如果文昌不信自己的话 那要怎么办 凤九特别惧怕 文昌不相信自己 离开自己 那该怎么办 但不管如何 凤九都觉得自己应该试探一下文昌的想法 特别是这两日他一连用了三个计谋想要查看文昌的胸膛 如成郁说的 文昌应该会看出些什么 正好自己去试探一下 看他有没有发现什么 也问一问他 对自己长得如同想东华 做何感想 打定主意后 凤九抬头看着文昌 低声唤了一句 文昌 文昌抬头 狐一地看着凤九 回应 嗯 凤九拽紧了自己的衣角 极力表现的平静 问 你有想过 为何自己同滚滚长得如此相向吗 自己来清秋那么久 凤九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如今问起 难道是想要同自己说一些什么 自己在凤九房间翻阅的东华帝君的典籍都是旁人记载 自然比不上从东华帝君的帝后口中得知更加真实 文昌点了点头 到女君的疑问 亦是文昌的疑虑 只是文昌至今也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能到女君知道原因 原来文昌确实有疑惑自己同滚滚和东华的关系 从文昌同滚滚长得像 引渡到文昌长得像东华 也就简单一些了 凤九摇了摇头 说 你长得跟滚滚已经十分相像 但你跟东华帝君长得更相像 之前在凤九房间看到东华帝君的画像 随着凤九的话 一下子涌现在文昌的脑海 但文昌思索 为何凤九会同自己说这话 文昌想起今日上午自己在狐狸洞前将黑衣蒙面神君击退后 凤九就已经是若有所思 而晚膳是凤九母子的异样 从前凤九喜欢盯着自己看 而滚滚则会看自己的娘亲多一些 或者随着自己的娘亲目光看自己几眼 但目光从来都是平静 今日的凤九 看自己的眼神更加复杂 文昌根本无法看明白她的想法 而滚滚看自己的次数明显比起从前要多 且目光与往常不一样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凤九母子对自己态度发生了变化 这难道跟凤九之前设计要看自己胸膛无果有关 文昌并不清楚凤九的意图 看着凤九的毛子 淡淡地说 哦 是吗 看着文昌深不见底的眼睛 凤九无法猜测文昌的心意 但他既然这样问 似乎在怀疑自己的画 凤九从怀中取出事先准备好 他认为画得最像东华的一幅画像 摊开给文昌看 说 这画像上的就是东华帝君 文昌侧头看着凤九手中的画像 一位相貌和自己长得十分神是德仙者 眉宇间十足的霸气 画像的边缘泛黄 可见年份久远 而且从画像边缘的磨损程度上看 凤九应该经常观摩 以至于边缘都已经被磨损得严重 文昌点了点头 说 确实很像 看着一脸平静的文昌 凤九有点急 问道 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文昌抬头看着凤九 问道 莫非 女君觉得文昌同东华帝君之间有什么联系 文昌终于发现了 凤九激动地点了点头 文昌看着画像 道 人有相似 物有相同 这有什么奇怪 况且 东华帝君在三万年前就羽化了 而文昌至今只有两万五千岁 可来与东华帝君有关系 即便说文昌是东华帝君的子职 也谈不上 听着文昌的叙述 凤九正没看着他 问 难道 你没有想过 你有可能是东华帝君所脱生的吗 我会有什么疯狂的